現在談這個訴求二 認識臺灣發展農業廢區 粗原化處理、利用潛能 臺灣具有最先進的假文化及造型利用技術 只是缺乏政府的舞蹈 那麼右邊這筆書呢 是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以民國88年5月出版 那麼這邊新能源及增結能源研究開發研 規劃總報告裡面的 廢棄物能源利用技術分子 那麼農業廢棄物這個議題 是我運邀依據行政院82年 農業廢棄物處理五年計畫 預估1999年臺灣地區主要農產會 規劃的數量處理現況 及國內應用潛力推估說明發展目標 經過三次的公聽會討論後 提出可行方案 可為衡量臺灣實際環境條件及可行技術而定定 而可行技術主要是依據修飾所 續勤混量輸原化處理研究成果 尤其是依用於農業廢棄物裡面的 甲烷化的無力量氏 處理曰喇吳汽驗氣發酵 Agency 加上後 跟動物室體氏氣發酵酵都處理能力 債 bliss 與動物氏體氏氣發酵煮的處理能力 為主要依據 那麼 sake,dern毆臺 устрой cuss 編氣發酵的處理能力 至今 一群混料产生朝气中的甲烷 几乎可以达到70%的最高境界 并且也实际普遍推广养殖农油采用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是农民厅发布的 在台湾研发枣器利用项目 从1999年到1995年之间呢 推广的项目跟实际使用户数 朝气发电方面就有717户 那么用在小支的保温灯呢 有1456户 用在当时三段数汇气处理里面的铺气槽呢 有208户 那么用以朝气的粉化炉 有将近5000户 推广实际应用 那么其他研发的项目 就是点火炉、喷火器 这个相当多 那特别要提出来 就是右边的朝气车 那么这个车是修飾所最老的一本 一个报备的车子 那么我们上面用朝气带钻 朝气可以跑 那么也曾经呢 存化朝气 压缩在钢瓶里面 那么就放在这个后面 那么可以跑 我们曾经 就从新洋化修飾所 跑到家里 这个来回 这个是 那助理动物食品 计划下早 是台湾独有 并且也实际推广 农家籍加续屠宅厂 实际应用 但是很遗憾的 采用朝气发电的时候 因为朝气中 含有硫化氢及 饱和水净器 容易造成发电机故障 好停用 所以我就向农委会 申请计划 培养维修人员 建立 以后呢 那么建立农委会 在中南部 台湾的中南部 设置维修中心服务农员 但是呢 我离开修飾所以后 就没有人过分 所以到目前 台湾养殖的 养性的农家 采用朝气发电 几乎多 停下来 看看 没有人过分 就是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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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些地方 沿路 那边 只有 多多 有些地方 都没用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